大家好,说起桂圆,相信大家一点都不陌生,桂圆的营养可是非常的丰富。 里面可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,以及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。 平时,我们多吃一些桂圆,对人的身体还是特别特别的不错的,像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呢。 很多朋友都因为工作压力大,工作忙导致饮食非常的不规律,并且还特别经常熬夜加班。 所以就会导致脸色特别的不好看,并且脸上也慢慢的失去了光泽。 而且还长出了很多的斑斑点点,就算是化在浓的妆,涂在厚的粉底呢,也是很难给它遮掩。 脾气忽然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差,那么这时候不妨是一下这桂圆吧。 其实呢,一提到这桂圆,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属于一种特别常见的水果,它们不仅可以新鲜来食用,我们也可以给它晾干之后再来食用。 每一种口感都是非常的不错,像这种新鲜买回来的桂圆,一般我们都是直接把外壳给它包掉。 之后就可以美美地开吃了,里面的桂圆果肉呢,也是香甜又可口,也是比较细密的。 外表看起来就长得有点像荔枝一样,但是可是比荔枝更加的光滑,而且它的长相也是偏小的。 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准备一点桂圆,把外壳给它去掉,之后将里面的果肉一次包出来。 然后给它放入碗中,简单地给它清洗一下。 说起这桂圆,它里面可是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,以及多种矿物质,蛋白质,脂肪,还有葡萄糖等营养物质,尤其是一些老人,一定要多食用一点,对人的身体都是非常不错的。 由于这个桂圆,它有一种坚硬的外壳,所以我们在清洗的时候,只需要用清水简单地给它清洗一下就可以了。 清洗干净之后,给它装入盘中,然后放一旁备用。 那么接下来,我们再准备少量的黄芪。 给它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,然后往碗中倒入适量的清水。 因为这个黄芪,在我们晾晒的过程中,难免都会裹上一些这个灰尘以及杂质,所以我们在清洗的时候,可以加点这个面粉进行来淘洗一下,因为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性。 可以把里面的一些杂质,或者是虫卵全部给它吸附出来,我们就这样简单地给它揉搓几下。 洗得差不多的时候,然后我们将它捞出来。 再用流动的清水,给它冲洗干净就可以了。 像这个黄芪平时都是用来泡水喝,特别地简单又美味,但是有很多朋友却常常喝错了。 把黄芪洗干净之后,给它装入碗中,先放一旁备用。 紧接着,我们再来准备一小把的红枣。 其实说到,这红枣了,相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也属于一种比较常见的食材。 食用方式也是非常地多,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炖汤喝,或者是做成美食。 每一种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地不错,由于这个红枣的表面,它长得比较不光滑,长得比较独特。 有很多这些勾勾缝缝,而这些勾勾缝缝也特别容易藏一些虫卵或者是杂质。 所以,在清洗红枣的时候,也可以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盐或者是小苏打。 来给它淘洗一下,这样就可以把红枣清洗得干干净净。 洗净以后再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冲洗一遍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淘洗干净后,放入小碗中。 我们再用一把剪刀,直接把红枣给它剪成长长的小块。 红枣的食用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。 而且,都是非常的美味甜甜的,并且营养特别的十足,尤其是还有非常丰富的体元素。 像平时也有很多朋友经常在反映,如果这个红枣吃多了,也会特别容易上火。 接着,我们把里面的红枣壳给它去掉,这样子家里的老人。 和小孩子食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,像这样就全部处理好了。 我们再来碗中加入一把枸杞,因为这个枸杞的长相跟这个红枣是差不多的。 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缝隙,特别容易藏一些杂质,所以我们在使用之前, 还是跟红枣清洗方法一样进行清洗。 可以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面粉或者是小苏打,因为它们本身就既有很强的吸附作用。 这样就特别容易把里面的一些虫卵以及杂质全部给它吸附出来。 给它淘洗之后,再用清水给它多冲洗两遍,直到水变的清澈为止就可以了,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因为这个枸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属于比较一种常见的食材。 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十足,特别特别的丰富,里面可是还有大量的营养元素,也是非常的多, 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C,还有钙、铁、磷等等,以及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,人到中年不得已。 保温杯里抛枸杞,所以平时多吃一些枸杞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下面我们开始起锅了。 我们先准备一个砂锅,如果没有砂锅的话也可以用养生糊,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紧接着再将所有的食材全部给它倒入锅中,用勺子给它充分地搅一搅。 搅匀以后然后开大火,盖上盖子将其给它煮开。 等水煮开之后,我们再转为小火,然后继续煮上二十分钟,让所有食材的味道全部给它煮到水里面去。 当然如果家里面要是有养生糊的话,我们可以直接用养生糊来做,那就更加地简单方便了。 等时间到了,我们再来打开盖子看一下。 那么这回就可以直接将提前淘洗干净的枸杞给它倒进来了。 记住这个枸杞呢,我们一定要最后放。 如果这个枸杞煮得太久的话,不仅会导致里面的汤汁变得苦涩,而且喝起来的口感也特别的不好。 把枸杞加进来之后,盖上盖子简单地给它焖上十秒钟就可以了,等时间到了。 那么这回所有的食材里面的营养也全部煮到这个里面的汤汁去了。 那么接着我们给它倒入碗中或者是杯子中,就可以美美地开喝了。 桂圆加枸杞,红枣,这样子给它熬煮出来,喝在嘴里真的是甜到心里,特别特别的不错。 当然如果您是上班族,觉得这样子来煮的话比较不方便。 那么下面我们也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小方法。 我们可以往自己平时喝的水杯里,往里面加入五到六颗的桂圆,然后再来几颗红枣,枸杞,大概十多颗就可以了,黄芡六到七片。 最后我们再往里面倒入滚烫的开水,就可以美美地开喝了。 当然你如果要是喜欢喝甜一点的,我们也可以往里面加入少许的冰糖。 如果不喜欢喝甜的,就不用加入冰糖就可以。 像这样子给它泡出来的也是特别的美味。 不过大家看到这边有没有发现一个弊端,就是这样冲出来的水,它的味道会比较淡。 里面所有的食材,所有的味道,基本上都还没有激发出来。 如果泡的时间比较久,那才能尝出它的味道,但是我们用煮的就不一样了。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里面的这个汤汁,用煮出来的不仅味道清香。 但用水泡出来的里面的水特别的清澈,闻一下气味也没有那么的香。 当然如果大家真的是没有时间的,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进行熬煮就可以了。 无论是泡着喝还是煮着喝,其实喝起来的味道都是非常的美味,这道茶不仅好喝,而且颜色搭配起来也是特别的好看又美味。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,那就赶紧收藏起来试一试吧,平时给它喝上几天,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收获哦。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和生活技巧。 别忘了关注我谢谢您的支持与关注。 感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感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